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 设计上第一支实现全自动射击能力的线弹枪 NPS-AA12自动线弹枪 AA12自动线弹枪的原设计师叫做麦克斯韦艾奇逊是一位工程师 在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时候很多丛林作战需要一些火力凶猛持续性强的进展遭遇武器 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比线弹枪更好的选择了 所以在越战的丛林作战中美军大量的使用了迸动式的线弹枪进行作战 不过这种单发迸动线弹枪射速比较慢 装弹量少 重装速度又慢 火力持续性非常的差 并不是很适合见距离的突然造物作战 当时的设计师麦克斯韦艾奇逊在了解到越战的这些经验之后 他认为如果能够设计出一款可以跟自动机枪一样能在短时间之内快速发射大量的线弹 并且能够提供足够装弹量的线弹枪 那么未来将会是一款非常强大的近战武器 因此在1972年设计师根据越战士兵的经验和自己改装M16系列自动步枪的基础 设计出了一款适用于能够提供大量持续火力的近战力气 这款武器就是让线弹枪开始进入全自动时代的爱奇逊自动12线弹枪 爱奇逊自动12线弹枪以设计师麦克斯韦艾奇逊的名字命名 简称为AA12自动线弹枪 初期的设计版本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就是M16A1自动步枪的基本零部件进行改造而成 所以早期的样枪在外形上面跟M16步枪非常的相似 例如它的护目和枪多就是直接采用M16的机枪设计方面就是一根钢管 里面的枪机使用自由式枪机结构 整个结构设计的非常简单粗漏 再加上整体的重量过于承重 配合上巨大的弹药携带量 基本上无法满足当时的从临作弹需求 因此在1972年推出的原型版本 并没有获得美国五角大楼的兴趣 无法作为一款优秀的知识武器使用 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 设计师将这款枪做了大量的修改 包括枪机结构 保险系统 后座系统 以及整个枪械结构都做了调整 调整后的版本命名为 爱奇逊突击12线弹枪 简称为AA12线弹枪 主要用于向军方和社会推销 可惜的是 在当时并没有人认可这款线弹枪 因此一直没有什么收入的 麦克思维爱奇逊的生活非常的拮据 在1987年 设计师为了生计 将AA12线弹枪的设计图纸和发明专利等等 全部出售给了 宪兵系统公司 该公司拿到这些资料之后 发现这款线弹枪的图纸设计 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很难安全可靠的运作 因此 该公司在原始图纸上面 花费了整整18年的时间 进行了188项改动 最终研发出我们如今市面上 见到的全新一代AA12全自动线弹枪 虽然也是叫做AA12线弹枪 但是它的名字还已经变成了 全自动突击12的缩写了 这便是AA12线弹枪的诞生历程 全新一代设计的AA12线弹枪 整体结构依然延续了 原来设计师的改进方案 整个结构包括 一个整体式的激发机座 枪管 弹匣 枪机 和整体式枪托组成 其中 整体式的枪托 采用玻璃纤维制成 可以分成左右两半 通过枪托两侧 刚制的固定甲扣 扣在导气管的尾部 照门座底部 握把底部 和肩托尾部四个部位 除了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只需要几秒钟 就可以拆开卡扣 完成拆卸 枪托材料的溶点 大约为232到246摄影度 在发射的时候 枪托温度达到190.5摄影度 才会开始变形 因此 发射时产生的热量 是不会影响整枪的性能的 整体式枪托 除了充当枪托支撑之外 本身并不参与 整枪的运作环节 简简是用来把内部结构包住 实现磁握舒适 隔着和底尖射击 舒适使用 因此 在很多时候 为了展示内部的运作环节 很多人都会把另一半的枪托 拆卸下来 进行激发 或者换成透明的材料 用于观察内部的运作过程 拆开枪托 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了 其中 最前部分是枪管 AA12线的枪托枪管 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 标准型号的 457毫米 长枪管版本 还有一个版本是 采用330毫米短枪管的 用于室内建战的 CQB型 枪管都是滑膛枪管 可以发射 12前进线弹 在枪口部位 没有设计枪口装置 CQB型会在枪口上面 加装锯齿窗的火帽 用于在战斗的时候 抵住目标 防止打滑使用 往后枪管的上方 是一个导气管和导气孤 导气孤上方 设计了一个三角形的角柱 顶部是它的准心 搭配后部机枪另一个 三角柱上的罩门 进行瞄准 其中 准心是可以旋转 由于调整高低的 而罩门只是通过一个 特制的转鼓 用来调整封片等等 有一些版本 还会把准心三角柱 和罩门进行拆除 改装了一个小型的战术导轨 又用后续安装各类的 光学瞄准机使用 因为A12线弹枪 原厂的版本在机枪和护幕上 没有设计任何的 安装附件的导轨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靠后期这些改装 而原厂的解决方案是 通过套窟固定 用来安装战术灯 握把等等附件 后续的各种瞄准机 激光指示器等等 只能通过改装上方的罩门位置 进行加装了 不过 导气固在前端手扣上 有一个延长段 这个却是可以安装 M16木枪上使用的标准刺刀 从此可以看得出来 设计师的设置思路 还是参照了 不少M16的功能设计 机架是激发座的一部分 属于一个整体的结构 跟更早期的 一根钢管的结构相比 设计已经更加的合理了 其内部的枪机材料 都是采用 航空穿用不锈钢 精密铸造而成 并且制作工艺选择的是 线边系统公司高度保密的 专有容纳精密铸造法 进行铸造 这种工艺生产出来的零件 精度极高 在制造成品出来之后 还使用与喷漆式发动机 零部件处理一样的工艺 进行处理 求而达到 合适的结构强度和硬度 这种处理工艺 在一把限量枪上面使用 堪称是非常昂贵高端的存在 其枪机外部 包裹着一个冲压成型的 金属框架机枪 在机枪的上部分 持垃圾柄的结构 垃圾柄的前方延长 可以起到防尘的效果 在发射的时候 垃圾柄是不属于枪机运作 和前后运动的 枪机使用的是 常形成导击式自动原理 开膛待机模式 可以在拆卸枪托之后 前推枪机 取下导气枯 附近黄导杆 附近黄等等零件 机枪和枪机 也可以一同取下 这些拆卸过程 熟练的情况下 一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枪机内部设计了 自动润滑和自动清洁机构 所以这款限量枪在发射的时候 本身就可以通过 内部的枪机运作 自动加杀构等污染物排出 虽然厂家说的是 可以永久不用维护清洁 但是这大部分都是为了宣传的效果 本身还是需要发射 8000到9间发大药之后 进行清洁的 清洁也很简单 甚至在紧定情况下 从抛和口 浇一湖水间去 就能够清洗枪机的内部了 可以说是将耐用可靠 做到了极致 一反美式步枪 需要经常维护的特性 AA12线的枪的快板机 位于左侧 板机的上方 可以在右手扣压板机的时候 使用右手拇指 方便的操纵快板机 快板机可以选择半自动 和全自动两种模式 手枪握把护圈的前方 有两条定位槽凸起 可以在安装弹匣的时候 使用弹匣上对应的定位槽 对应进行安装 这种滑入安装的方式 必然会带来了 安装面斜性和效率的问题 但是当时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线弹重量不低 没有这个设计 只会引起插刀口松动 和结构强度的问题 弹匣解脱扣 位置板机护圈的右侧 其供弹方式 由两种供弹模式组成 一种是配备8发弹药的子弹匣 另一种是 配备20发容弹量的弹骨 进行供弹 弹匣弹骨 使用跟枪托外壳一样的 玻璃纤维材料制成 可以大大的减轻重量的同时 又保障弹度 AA12线弹枪 其弹药为12千斤的 各类线弹 在激发的时候 最大射速可以达到 360发每分钟 枪口的速度为 350米每秒 有效射程为40米 发射12千斤重战斗部弹药的时候 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00米 而发射FRAZ12高爆弹系列的时候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00米 在发射的时候 巨大的线弹 会产生强烈的后座力 为了处理后座的问题 设计师设置了 超长后座力系统 在枪托内的尾部 有一个长长的附近黄 这个附近黄 可以让枪机无法撞击 枪托的尾部 这样可以带来 非常平缓的后座力 这种枪机组 在后座过程中 不撞击任何固定物件 通过附近黄 逐渐解满运动速度 直至停止的方式 可以非常有效地 抵消后座力 配合上开锁待机的方案 使得AA12线弹枪的 后座力非常的低 延迟 AA12线弹枪 可以手持部抵尖射击 腰部夹持射击 倒立射击等等 这种缓冲后座力的系统 是由美国詹姆斯·沙利文 在研究SD44突兴步枪的时候 所发现的 叫做恒定后座系统 我们在第457期 介绍可以抵得下巴设计的 新南坡RTMAX100精力枪 也是一样的使用这个系统 NPSAA12线弹枪 长度为966毫米 标准型空枪重量为4.76千克 在被正式推出之后 于2004年 生产了10把可供发射的AA12样枪 交给美国海军陆单队进行试验 表现非常的出色 后续已经陆续的配备给 美国海军陆战队 和一些国际军事和政府组织 但是在制式军队上面很少使用 毕竟 作战士兵携带大量的作战装备 很难再携带这款巨大的线弹枪 本身也没有能够很好的 在战场上面起到优秀的作用 因此大部分都是在 城市警察部队特种作战的情况下使用 在民用市场 NPSAA12线弹枪 有半自动版本的出售 售价在3200美元到3500美元之间 作为近战距离的武器 AA12线弹枪 确实是一款火力非常强大的杀器 现些年还在进行无人飞机 无人装甲车等等 各类机器在上面使用 得于强大的火力和超低的后座力 不然或许是 城市作战的强有力武器 也说不定呢 本期武器浪漫堂到此结束 更多介绍的视频 欢迎关注武器浪漫堂 在网界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